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文贵找到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 马建同意帮助解决 法庭首先就起诉被告单位北京政权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人郭汉桥 赵大健强迫交易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2008年 被告人赵大健提出民族证券的控股股东首都机场集团 因为一餐一控政策必须处理民族证券股权 建议郭文贵收购 郭文贵当场决定收购 并对赵大健 郭汉桥 须以事成之后赵大健任民族证券董事长 郭汉桥任总裁等好处 对于收购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困难 郭文贵明确提出找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解决 证监会一般不会同意没有资质的民企来收购国有资产 郭文贵就说他和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是好朋友 如果有人跟我们竞争或者阻拦我们收购 就找马建出面 我说证监会的工作非常难做 郭文贵说没有安全部马建完成不了的任务 郭文贵还扬言谁阻拦我们收购或竞争 就找马建把他们办了 语气非常嚣张 法庭当庭播放了马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 证实了郭汉桥和赵大健的说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原有的一个民族中院的一个武东就是张伟 那么他也想收购河北这个商业银行的铁银行 后来呢高贵来给我汇报 说这个事情怎么办 后来我就跟高贵说 我说你再去继续做他的工作 你就跟他说 这个呢你请说 我也容易这样做 这是我的意思 那么后来高贵呢 又去找张伟 张伟就后来放弃了 放弃了收购 要收购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 证券公司首先要成为民族证券的股东 今后才有进一步收购的资格 2009年民族证券小股东石家庄商业银行 准备转让6.81%的民族证券股权 郭文贵得知后 立即命令郭汉桥和赵大健着手办理 当时民族证券股东东方集团也有意收购这笔股权 并和石家庄商业银行谈好了收购股权的条款 郭文贵找到马剑 二人分别支持郭汉桥和国家安全部13处 原处长满永平 原副处长高辉 多次到东方集团威胁该集团董事长张宏伟 强迫东方集团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国家安全部一个姓满的还有高辉副处长 对我明确说 不要和证券公司再竞争 放弃优先购买权 姓满的和高辉 一直以国家利益至上为由给我压力 最后我们被迫放弃收购 马永平和高辉作为本案证人 用证言证实了自己在郭文贵和马剑的受益下 直接上门对张宏伟进行了威胁 郭文贵希望我们出面让张宏伟让步 之后我和高辉跟张宏伟见了面 希望张宏伟放弃购买 我和高辉就是以安全部的身份 以国家利益为由去给张宏伟施加压力 让其让步 完成帮助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股权的工作 最终 证券公司以人民币2.9亿余元的价格 购得上述股权 成为民族证券股东后 2010年郭文贵着手谋划了收购首都机场集团 准备转让的61.25%的民族证券股权 为了达到目的 郭文贵和马剑共谋 通过高辉等人出面威胁等手段 迫使首都机场集团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为证券公司量身定做受让条件 然后逼迫东方集团再次放弃了优先购买权 在更大的利益面前 郭文贵充分暴露了其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 郭文贵让我设置受让条件 排除其他公司参与竞买 条件苛刻 是为政权公司量身打造的 变相将股权转让给政权公司 因为安全部高辉等人出面 首都机场不敢对抗 就被迫按照我们设置的受让条件 对于政权公司的过分要求 首都机场集团一开始是反对的 一直拖着并抵制这件事 郭文贵于是找到马剑 安排高辉等人出面 通过首都机场集团原高层落马的势力 进行敲打暗示威胁 迫使首都机场集团让步 2010年11月份 高辉带着郭汉桥到我们集团找我 说话语气非常强硬 质问我为什么拖着不办 再后来马剑还专门约见我 他们这么反复找我 吓唬我 我感觉很恐惧 给我带来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庭上公诉人共出示了 20多名证人的证言 互相印证首都机场集团 是迫于安全部高辉等人的压力 被迫设置了明显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 受让方资格条件 与此同时 郭文贵和马剑合谋 再次向东方集团施压 要求其放弃优先购买权 为这事我找过张宏伟 最少三次 每次都对张宏伟实施了威胁 张宏伟还是不放弃 郭文贵让我当他面给张宏伟打电话 说阻拦不会有 除了让郭汉桥传话 恐吓张宏伟外 郭文贵还指使马剑出马 多次约张宏伟见面 施加压力 马剑又因此事多次约我见面 让我放弃收购 我集团迫于压力 放弃了收购 政权公司顺利收购 如果郭文贵没有找安全部的人出面帮忙 政权公司是不可能完成收购的 政权公司是通过非正常的违法手段 巧取豪夺得来民族证券控股权 最终 政权公司以人民币16亿元的价格 收购了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民族证券 61.25%的股权 成为控股股东后 2013年 经郭文贵积极推动 民族证券召开股东会议 决定分两批增资扩股 政权公司在第一批增资完成后 郭文贵指使赵大健 要求东方集团等公司不得增资 遭拒绝后 又和马健指使高辉等人 到东方集团威胁其高管 安全部高辉副处长跟赵大健 几天就来我办公室找我一遍 以国家安全及利益要求向我施压 郭汉桥也跟赵大健来我办公室 劝我支持郭文贵放弃增资 郭文贵利用安全部的人来欺压我 去达到他的目的 手段卑鄙 得罪他的话 什么不可预测的坏后果都有可能发生 高辉说放弃增资 东方集团必须执行 他曾办过很多不配合 安全部门工作的人 抓了几个人 还提到郭文贵 多项书正证实增资后 政权公司对民族证券的出资 由68.07%提高至84.4% 东方集团的出资由15.03%下降至4.67% 在法庭调查一时 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 被告人郭汉桥 赵大健都指认郭文贵 是政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法庭调查最后 公诉人通过出示被告人供述 证人证言 书证等行事 指使郭文贵就是政权公司 北京盘古市公司等企业的幕后大老板 郭文贵是政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他这个人比较狡猾 所有公司都是用其他壳公司 或其他人替郭文贵代持公司股权 反人代表也是随意安排的 但是郭文贵对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公诉人当庭出示的 委托持股协议书上 就有郭文贵的亲笔签名 通过非法手段 郭文贵最终实现了对民族证券的控股 经鉴定 至案发 政权公司获利119亿多元人民币 郭文贵掌控民族证券后 很快将黑手伸向民族证券的自有资金 将民族证券视为其自家的钱袋子 公诉人指控 政权公司完成对民族证券控股后 郭文贵与被告人赵大健 杨英 单位良共同策划 利用赵大健 杨英 单位良 分别担任民族证券董事长 总监 副总裁的职务便利 将民族证券自有资金挪出 归郭文贵安排使用 上午10点 法庭对被告人赵大健 单位良 杨英 吕涛 挪用资金的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4名被告人出庭受审 庭上 公诉人出示两组证据 证明郭文贵等人通过以民族证券 与横峰银行私下签订委托定向投资协议 再通过其实际控制的 北京盘股市投资有限公司出面 让福建光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玉达置业公司 等签订单一信托贷款合同 等一系列掩人耳目的操作 将民族证券的20.5亿元人民币挪出 由郭文贵安排使用 2014年9月份 郭文贵要求我们民族证券的高管 为他融资资金使用 由杨英 赛伟良负责 我把关 郭文贵指的融资的意思 就是民族证券的自有资金 供郭文贵个人 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使用 郭文贵要把民族证券 作为一个钱袋子 随时缺钱 随时使用 郭文贵一直要用 民族证券的资金使用 2014年9月份 郭文贵逼得紧 我也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 从民族证券出钱 事后没过多久 赛伟良找到我 说横峰银行可以做这样一笔业务 只要将资金存到横峰银行 就可以将钱给指定的公司 根据被告人杨英 宇涛等人的供述 20.5亿元被挪出后 都交给了郭文贵支配使用 公诉人出示了郭文贵妻子 岳庆之 郭文贵五嫂郭玉春 北京盘古市公司 河南玉达置业公司 等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 北京盘古市公司 河南玉达置业公司 等均为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 出示武汉郑号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武政快建自2017-22号司法会计 鉴定意见书 证明 民族证券被挪用的20.5亿元资金 主要用于被郭文贵 所实际控制的公司经营使用 其中支付光明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人民币1亿元 至案发民族证券未收回本金 合计人民币17.415亿元 经过充分的举证制证 以郭文贵为首的不法团伙 实施强迫交易 挪用资金的事实愈发清晰 上午10点40分 法庭辩论开始 控扁双方围绕起诉指控的事实 当庭出示的证据 定罪量刑和法律适用 进行了充分的辩论 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指出 被告单位和5名被告人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分辨以强迫交易罪 挪用资金罪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 在实施参与强迫交易 和挪用资金犯罪过程中 被告人郭汉桥 赵大健 善未良 杨英 吕涛 其次要或辅助作用 系从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7条的规定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出罚 被告人赵大健 犯宿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69条的规定 应当宿罪并罚 被告人杨英 在缓刑考验期内 发现判决宣告以前 还有其他罪 没有判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77条的规定 应当诉罪并罚 5名被告人当庭认罪 毁罪 态度诚恳 法庭辩论期间 5名被告人的辩护人 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 均没有意见 将辩护重心 放在了让刑上 请求法庭 考虑到5名被告人 是按照郭文贵的指令 在郭文贵逼迫下 实施了犯罪 是从犯 建议从轻 减轻 或免于处罚 听前 我查阅了本案卷宗 会见了我的当事人 被告人赵大健 在本案处于受指使 甚至是迫于他人淫威的 从属地位 所起为次要的辅助作用 杨英虽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 但是却仍然属于公司职员 在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的指使 和逼迫之下加入了共同犯罪 其主观恶性较小 并且杨英在共同犯罪中参与程度较低 所起的作用相对有限 建议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减轻 或者免除处罚 在最后陈述阶段 五名被告人再次认罪毁罪 也再次将犯罪的主谋 指向了躲在幕后的郭文贵 在强迫交易罪中 我只是协助郭文贵做了有关股东的工作 在挪用资金罪中 我也是迫于郭文贵的压力 违规在用印单上签字 建议我在本起挪用资金案中的所作所为 均是受郭文贵的指使 而且牵涉程度较轻 恳请法庭综合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和认罪 毁罪表现 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对我予以重新处理 使我能尽早回归社会 11点30分 本次庭审结束 审判长宣布退庭 本案将择期公开宣判